《敌人节》之词大天王上映 《敌人节》之四大天王,不仅非常徐克,而且也代表了华语电影工业水平的上限,终于有特效做出了徐克心中的幻术,这幻术在电影中有时是盘踞在大殿上的金龙突然复活一飞冲天,有时是原木求鱼的大师,突然变成了金鱼形态,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怪物。 开笔金刚登上帝国大厦的巨型白毛猩猩,满身都是眼睛的怒目金刚,成为很多人的阴影,以及像红毛丹一样的出手怪物,冲破大理寺大门,反馈着向前。 实际上,它是人们被幻术蛊惑自相残杀时看到的景象,看完这个助手,很多人都觉得像是红毛丹,童年时期在越南度过的时刻,估计没少吃红毛丹, 而在它的电影中,我们确实也能找到不少红毛丹的影子,比如前段时间徐克接着的奇门遁甲,流言饰演的花响容,显出原形饰演是一副出手怪的样子,片中的到反叛的形态,是一个长着翅膀拿红毛丹怪。 必要时候,身上的徐还能旋转起来,成为一个电风善物,再往前找,喝碎棒的西游浮腰篇,终甚至也能找到红毛丹的影子。 不过关于徐克对于红毛丹的钟爱,目前也都是大家的猜,测,但有的导演对于时务的偏爱,可以说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比如西红柿之于冯小刚,那便是非一般的存在。 马云看过冯小刚的芳华之后,散不绝口,说芳华有小时候吃西红柿的无穷余味,芳华中那场萧碎子吃西红柿的戏,确实拍得很美。 当时,萧碎子正在出版报,他暗恋的小号手陈灿突然路过,递给他一盒水淋淋的西红柿,萧碎子接过来,咬了一口,脸上满是幸福。 这一刻,萧碎子一颗少女心,因为一颗西红柿怦然心动,被他暗恋的陈灿点燃,就这么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场戏,却充满了那个年代朴实,纯真的美好。 别人和精心的设计都要打动人心,西红柿是冯小刚导演最爱的食物之一,他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自己对西红柿的喜爱,比如在他的自传里就写过, 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每天都会挑几个没有巴拉的西红柿,放在脸盆里用自来水拔凉,冲红的是次元的,屁股朝上飘在水里,放学回家,挑一个大个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咬一口,然后将酸甜的果汁捉进嘴里。 那种感觉憋涕有多少啦? 在我的少年时代,西红柿对我的诱惑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超级名模。 冯小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选择西红柿,是他刻意而为之的。 好多次剪辑,都舍不得剪掉,即使剪辑是说剪掉,能让节奏更快些,但他还是执意留下。 除了,芳华,冯小刚也在唐沙大地震,中表达过对西红柿的热爱。 电影一开场,少年风灯,帮达姐弟回到家,盆子里就跟着粹绿的黄瓜,和红通通的西红柿。 晚上,就剩最后一个西红柿了,妈妈没给姐姐,给了弟弟帮达吃,姐姐有点不高兴,两个西红柿都让他吃了。 妈妈许诺,明天就给姐姐买,让她不要着急,然后就发生了唐沙大地震。 姐姐和师三,一家人多年未能相见,再见面,妈妈为姐姐准备了一盆西红柿。 开口第一句,就是西红柿都给你洗干净了,妈没骗你。 也算是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执念,冯小刚导演喜欢西红柿,而张一谋的电影中则总是出现饺子。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将自己精心制作的饭菜送到工地上,用的是一个外面的精美的青花瓷碗。 后来父亲来到家中吃饭,母亲拿出的也是这个碗。 再后来父亲被叫到县城,母亲用着碗装,的就是饺子,母亲在追赶马车的路上摔倒,饺子撒了一地,暗示主人不失望的内心。 电影《活着离》,在那个连我父都难满足的年代,家珍一直坚持,只将十五只饺子送给有庆吃。 这里的饺子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食物,更是一种活着的象征。 三天三夜连续劳累之后,有庆再也吃不到那猪肉鞋的饺子了。 归来中,冯宛玉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鹿烟石,某个大年夜,冯宛玉悄悄的给熟睡的鹿烟石送饺子,其实就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 在张艺谋看来,饺子不单单只是饺子,它不可以被米饭、面条、馒头代替,它就是一个富有深刻内涵的食物。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有导演的个人印记,可能有的时候连导演本人都意识不到,在塑造人物的作成中已经将作品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义无意见裂接了起来。 你知道有什么导演偏爱的食物吗?留言告诉我吧。 ZM的脸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